汽车销售税减免优惠期大限将至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威嘉祥强调 他会和财政部磋商 但也得虚视我国的财务状况 而他也相信财政部长自有部署 那至于机械及车辆零件商会申诉 竟然难以取得宝藤轿车基建 威嘉祥透露就连宝藤自家的装配厂 也遭遇同样的困境 预计年底一切才会恢复正常 汽车销售税豁免措施优惠期 将在这个月底结束 奈何芯片供应持续短缺 导致车辆减产 许多预定新车的消费者都在担心 无法赶上减免优惠的末班车 车商也普遍希望政府能延长优惠期 对此今早在悬安额安当出席活动的 交通部长魏嘉祥强调 决定权落在财政部手中 但他个人看来 减免措施确实有助刺激汽车销量 协助业者熬过寒冬 他会和财长 Natusli Donggu Jalu 仔细磋商 无论财政部做任何决定 交通部将全力支持 除了芯片供应吃紧 汽车零件也受到影响 魏嘉祥透露 机械及车辆零件商会 稍早前向他反映 宝藤轿车基建简直一击难求 魏嘉祥向宝藤高层了解情况后 才得知 就连宝藤自家的装配厂 也遭遇同样困境 另外针对财中 部长东顾扎鲁宣布 批准在本查案南 设立东海岸铁路站点 魏嘉祥强调 一切都在案计划进行 至于什么时候推行 两个部门都在密切沟通 而交通部也将在适当时机 发文告做正式宣布 八度空间陈欣怡 许兰儿安邦报导 2个月 带队 本人都有 批准 交通空间 마음